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的汽车损坏更是不计其数 今年7月北京开始实行禁电行动 成为全国第一个试点城市 但问题也随时出现 全面禁电能解决问题吗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事故率高得惊人 总结下来有三点主要原因 第一点电动自行车起步速度很快 很多司机来不及注意王区突然窜出来的电动车 结果造成事故 第二点电动车相对来说比较低矮 视野不是很宽 所以在高速行运中很难顾及到左右 尤其是他们的后视镜设计 在很多人眼里都是摆设 转弯的时候根本看都不看 最重要的是大多电动车车主也不会遵守交通规则 闯红灯走机动车车道 还喜欢随意改道让汽车司机措手不及 这就是电动车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 但是禁止电动车真的是最有效的方法吗 现在的行动有些似曾相识 就是摩托车 从禁膜到禁电 原因完全一样 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因为电动自行车实际上就是摩托车的替代品 现在电动车被禁止肯定还会有替代品出现 所以说不管如何禁止都是治标物之本的 只有想办法提高车主的素质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所在 现在的禁电已经在北京实行了 这里面外卖大哥是最心慌的一个 不其违规电动车吧 时间赶不上 其乐又要和交警斗智斗勇 估计以后送外卖要用自行车了 外卖这个行业的前途堪忧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